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花66万元买车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奢望 其实对于不差钱的主而言 66万元买车虽然也是毛毛雨 但是如果在买车过程中被坑了 估计也会不爽到家吧 这不在杭州就有这样一位女士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先透露一下最后这位女士的下场 人家根据消法的规定让4S店推一赔三 最后净赚将近200万 原来世界是这样的 这位女士在奔驰店买了一辆小脚奔驰 小脚是哪里小 汽车的脚当然是轮胎了 其实汽车的备胎通常也会比正常的轮胎小上一号 不过装上后也会正常行驶 救救急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这位女士买的是新车 并且轮胎不是应该装的19寸的 全部装成了18寸 奔驰这种豪华车轮胎的价值也是相当昂贵啊 这位女士发现了问题 立即查找问题原因 人家销售方给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 新车在运输途中 由于轮胎和其他接触物有碰撞 摩擦了以后不好看 直接影响了卖相 所以就给它全部更换成了18寸的轮胎 也是当时19寸的轮胎没有货 并不是故意给换成小的了 后来在销售的时候就把这茬事给忘了 我去 这样的理由直接把这位女士给惹毛了 这样的理由说给鬼都不信 摆明了却是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 那就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吧 最终不但将车款全额退还 还对这位女士进行了三倍赔偿 厉害吧 这种好事可不是随随便便都能摊上的 不过也给我们提了个醒 在买车时一定要擦亮眼睛 看看是否存在猫腻 好事可不可以 这位女士趴到了